母親聲淚俱下 沒想到再見寶貝女兒 竟然成了冰冷遺體 再也忍不住悲傷的情緒 在遺體相宴前 眼淚潰堤 今天更下班 我在等那吃飯等不到 但是爸爸的得意助手 這是因為女兒相當乖 畢業後留在父親經營的公司上班 沒想到返家途中遇上劫難 時間到回案發單晚 林姓女騎士行經自強隧道 卻跟秀車發生擦撞 整個人捲入車底 警方調查後發現 女騎士依次要左轉 而秀車駕駛是因為臨時代班 疑似不熟悉路況 才會急切右轉 釀成意外發生 一出自強隧道 就是兩條道路的翻岔 而女騎士疑似打著卓染燈 想要返回內湖的住家 卻被變換車道遊覽車給臉病 綁著兩個小辮子露出可愛笑容 就讀醒無設計系畢業的她 過去常常參加比賽得獎 運用自己專長幫忙家中事業 炸粉公司上班 她做設計的 現在在做網路跟產品的保障 很多接到警察通知 我們就很擔心 父親眼中都還強忍淚水 不敢置信 女兒再也回不來 身為家中長女 是妹妹眼中的好榜樣 意外來得突然 讓家人實在難以接受 記者許志明王千里 SNG小組 台北報導